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薰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蘇菲 對喜歡格鬥遊戲的玩家來說 《生死格鬥》可是和VR快檔還有鐵拳 並列為三大格鬥遊戲的代表作喔 現在最新作《生死格鬥5》已經公佈囉 玩家們怎麼可以錯過呢 趕快來看看遊戲介紹吧 光榮特庫模在今年東京電玩展 終於公佈了招牌格鬥大作 《生死格鬥5》如山正面目 預計2012年在PS3以及XBOX360主機上推出 這次《生死格鬥5》雖然因為開發團隊大喚血 原本的遊戲製作人百元半幸離職 改由他的子弟兵早始釋陽界接手開發 但仍然維持天氣在作品快節奏的戰鬥風格 加上在多變化的戰鬥舞台進行格鬥 以及超乎人體極限的各種格鬥招式等 《生死格鬥5》將帶給玩家耳目一新的震撼喔